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无存傅律师 今天来跟各位分享 有关于食物上买卖房屋的相关法律争议 今天来跟大家介绍凶宅 什么是凶宅 如果有人在社区跳楼 死在中庭花园 那算不算凶宅 一楼算凶宅吗 顶楼算凶宅吗 如果跳下来死在露台 算不算凶宅 那如果我买到凶宅 我可不可以请求损害赔偿 这个书上都有这种不同的 太阳有不同的判决 那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诉讼技巧 就是有时候有些律师 他都会建议客户先进行刑事诉讼 原因是因为如果我们打民事诉讼 要解除契约 因为现在房价很高 我可能买个房子几千万 对不对 那我如果要解除契约的话 那缴的1%的价金也不少钱 一千万的房子 我就要缴10万多的这个裁判费 对不对 那如果我打刑事呢 之前就是有一个很有名 女明星的爸爸 就是有这样的情形 他花200多万买了一间凶宅 为什么200多万那么便宜买到呢 是因为他是有人在里面发生 这个非自然死亡的状况 结果他就在委托仲介再去出售 结果买的人买400多万住进去 后来听左右邻居讲说这是凶宅 一撞就告到法院去了 那法院就是判处一个有期徒刑 是要官的有期徒刑不能医科罚金的 而且我们现在刑法有所谓的没收新制 还把买卖家金没收 所以这个威吓力就很大 那威吓力很大 所以消费者跟这个出卖人 这个女明星的爸爸 他们在二省就赶快达成和解 我相信法院之后可能就是会 用缓刑的方式来处理 所以万一买到凶宅 包含之前我们跟各位介绍的一些 漏水、海沙、辐色屋 如果你能够举证 证明屋主在卖给你的时候 他明明知道这些状况 明明知道是凶宅 故意在乌矿说明书上面做不实的记载 或者是隐瞒这件事情 那你可以提出刑事的诉讼 好处是呢 第一个敦促他来解除契约返还你的价金 然后你不用缴高额的裁判费 那如果说他真的主观上他不晓得 那你就变成你要进行一个叫做民事诉讼 民事诉讼的话呢 变成就要注意到他的太阳 像我们一开始讲的 这个自杀是死亡在这个社区的这个中庭 露台 他没有影响到你自己专有部分的使用收益 很难说用一种你心理上的这种贤物 来认定他是凶宅 那实务上曾经有出现过一种 就是两个看起来很对立的判 就是说房客 房客死在城租的房子里面 房东都对房客 比方说房客的继承人提出凶宅的损害赔偿 那另外一个情况是房客的小孩在家里自杀了 那一样房东就对房客也提出损害赔偿 在第一个案例里面法院是判决胜诉 那他使用的法条是依照民法这个租赁 我们承租人必须要保持承租物的这个使用收益的状态 因为你让你的这个家人在里面自杀 造成你对这个房东没办法交代 然后造成这个屋价的减损 那屋价减损多少钱 实际上也是要透过估价是来去做一个鉴定的认定 那这个时候房东他的求偿就胜诉了 另外个案呢 房客死在里面他求偿 但是他使用的这个法条的依据是所谓的侵权行为 法院在认定说房子变成凶宅 它是一种屋价 就是说对于这个屋价的减损 它是一种纯粹经济上的损失 变成说他以这个民法184条第一项前段来主张请求 会得到一个败诉的判决 所以分享这两个案例呢 是要跟各位观众表达是说 有时候法律它是一个很专业的 这个师资好理就差别就很大 所以各位要进行相关的法律诉讼呢 都应该要做一个 就是找专业的律师来做一个咨询 区分每个事实不同的态样 可以请你的律师提供相关的法律的实物见解 来证明说你的球场可能是有依据的 是有机会胜诉的 如果各位观众对于我们今天所介绍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 欢迎来跟我们书所掐购我们所出版的 别让买房变成你的噩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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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